WELCOME TO CENTRO BAY 大家好 我是Kevin 歡迎來到凱文想得美 今天我的好朋友是菲莉 哈囉 大家好 老師老師 是 你看我 你覺得我是混血兒嗎 你是啊 如果你平常這樣出門的話 有點像小男孩 小男孩 老師可以救我嗎 就是把我變個女生 所謂的混血兒 會有些什麼樣的特質呢 明顯而立體的眉型 眼妝的部分要有深邃感 淡顏色的眼睛 三紅必須要一抹立體 把你的輪廓的嘟觸嘟嘟嘟的嘴唇 以上這些特質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教給大家 那我們先從眉毛開始 講到XL 我自己也很喜歡做的品牌 它的三合一持久造型眉筆呢 一共有八個不同的顏色 很多耶 它為什麼叫三合一喔 首先 XL的眉筆 它在前端就是 鉛筆式的筆狀 尾端附有一個螺旋書 更特別的是你看中段 中段的地方 有眉粉 而且呢 每一支不同的眉筆當中的眉粉 都是搭配眉筆的顏色 所調配出來的 繪雪兒的眉毛喔 其實它會有一個自然的這個眉峰的弧度 先把眉峰的位置定出來 眉毛的中段 眉峰到眉尾 先用眉筆把它描繪出來 然後用螺旋書 把畫畫過眉筆的地方 先輕輕的梳開來 接下來眉頭的位置 我會利用眉筆 指框出下緣的線條 把它輕輕的向上暈開 接著呢 透過中間的眉粉 把眉頭的位置 揮染開來 那如果說 有些時候你自己眉毛顏色真的很黑 但是你染的頭髮是 比較淺的顏色 夏天嘛 那怎麼辦呢 可以透過染眉膏 眉毛的顏色的改變 而且呢 染眉膏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定型 Excel它們最新出的這個 十九眉彩筆 你仔細看它上面 黑色 深中 跟淺中 最適合的就是 眉毛稀疏 容易流汗 出油 它們經過測試 它可以長達15個小時不拖狀 我在用完眉筆之後 我會用這種液狀的 我會用它來描繪眉尾 第一步透過了眉毛 讓你的眉頭往中央集中 接下來呢 就要透過了 Excel它們家 裸色深邃眼影 3號它叫做 瑰麗棕 它們家的眼影最大的特色是 粉末系顯色加 無貼性很好 我通常會先用這個 大面積的筆刷 右上方的這個顏色 先從睫毛的根部 眼皮 向上畫一個二分之一圓的感覺 低於眉骨 然後呢 再爬往前 到眉頭的地方 然後順著山根兩側 輕輕暈染 在下眼影的地方做打底 第二個顏色 下方的這個 第三個 這個棕色調呢 我會把它強化在眼尾 剛才我說的 眉骨的輪廓線 輕輕向上推 你可以用手 推一下 它們就暈染在一起了 大眼尾 最深的棕色 所以呢 我會用這個深咖啡色的眼影 來當成眼線 以及 向後拉 一點點 倒勾式的深咖啡色的眼尾 再利用最淺的這個顏色 最淺的這個顏色 你可以用筆刷 沾取之後 再雙眼皮折處 把它點開來 尤其是 混血兒老外最愛挑眼頭 這樣子的眼睛 是不是很簡單 但是又充滿了深邃立體感呢 腮紅的部分了 一般混血兒在刷腮紅的時候 他們會沿著 顴骨的這一個斜側面 從髮際線做出發 顴骨的下方這裡 呈現一個微微的斜度的 腮紅 炫彩珠光的妝前乳 它有兩種不同的顏色 如果要增加你整個人的這個 立體度的話 我會用一點點珍珠的這個濕底乳 輕輕的拍點在 照機 山根處 嘟嘟的唇 當時的嘴巴 看起來是不是 偉潤的性感 不會問說你是不是會學會 說你是女生 對 我是 看完這支影片如果呢 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讚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 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